正值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双方军舰在台海又近距离遇上 美军指出与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时 大陆解放军军舰企图拦截切入了美军船道 造成双方差点相撞 再加上更早之前 解放军一架歼16战机在南海上空近距离拦截美军RC-135侦察机 迫使侦察机在歼16产生的机尾乱流中飞行 造成美方军机剧烈晃动 对于西方媒体认为这些是中方不必要的挑衅行为 人家新加坡出席向格里拉对话的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则回应 中国不会到其他国家的领空领海 还要美方管好自己的飞机和军舰 用我们的话来说 就是管好你自己的人 管好你自己的军舰 管好你自己的飞机 而针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呼吁 中方应该持续沟通 对此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 景建峰则强调 美中军方的接触没有中断 更痛批美方在许多议题上出现错误言行 中方重视发展中美两军关系 两军的接触交流并没重大 当前中美两军关系面临的困难 责任在美方 而不光是美中关系 台湾问题也成为焦点 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就表示 台湾问题不容许他国干涉 怎样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李尚福在香格里拉的主题演说中 强调全球安全倡议 重点在台海南海以及美中关系 李尚福除了再次以中国歌词 豺狼来了有猎枪 警告要是美国侵犯会拿枪面对 北京还呼吁大国要有大国样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美中两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这有连海透报道